随季节变化,全台气温明显降低 许多人在下班之余或放假的时候都会选择泡汤泡澡来疏压 甚至有传言说泡完热水再冲冷水可以交替训练血管的强度 而花莲慈济医院外科部主任张睿智表示 极端的温度会对身体周遭的血管造成过度刺激 会突然造成血压飙高,很可能会有适应不良的问题 而严重可能会引起包含主动脉剥离在内的危机状况发生 为什么常听到主动脉剥离发生在浴室或是秋冬季节 张睿智医师表示 天气冷或是洗澡前脱去衣物的时候 接触到冷空气会让人体周边的毛细孔以及维系血管收缩 在这种情况下血压会上升 心脏的阻抗就会增加 当心脏无法附和这样的压力时 很可能就会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某些原因比方说血压太高 或是一些像甚至有时候外伤等等 造成这个血管壁破裂 然后有一些血液渗进去 造成这个主动脉的壁就崩开了 那这个就不是在原本的这种多层次的构造 它就被崩解开了 这叫做主动脉剥离 那在这种病况发生的时候 它当然如果说它离心脏很近 这个崩开了血管可能会造成一些血液逆流 回到心脏让心脏突然衰竭 也可能因为这个血管壁崩塌 造成冠状动脉被压迫 心脏突然产生心肌梗塞 那也有可能因为这个血管壁的出血 流到这个心包膜腔把心脏压扁 那造成这个心脏被心包膜填塞 让心脏没办法跳动 那另外一个有可能就是说 它这个就是在剥离的时候 它因为血流量不足 所以它可能往脑部的血管也被受到影响 那病人可能会突然中风 那或者是到下肢到肚子的一些肠胃的血管 肾脏的血管 到我们两只脚足部的血管 都被这个剥离的血管所影响到 它没办法得到足够的攻血 就会造成一些比较急迫的这种症状产生 所以主动脉剥离其实是我们 应该是说在我们这一个行业 就是心脏血管外科这个部门 我们非常在意 然后也是一个应该要很重视的一个急症 因为它通常一发生 就会有非常严重的状况 张医师也表示 在临床上 主动脉剥离的病人会有胸口剧烈的撕裂或疼痛感 有时候会从前胸延伸痛到背后 有的时候更是从背后痛到前胸 张睿智医师提醒 如果有类似的感觉产生的时候 请直接拨打119 请求紧急医疗协助 记者凌杰 花灵士采访报道